佛吾老師在他的職訓裡面 就告訴我們 我們剛剛或許講的安生地獄的這個點 我們將來要回天 一定要有個條件 就是一定要靠德信 剛剛我們的莊獎師一再強調 大臣前任提醒我們的德 你若無德難轉 明明無德難轉 難得哉悲 所以德信是我們回天的第一個條件 第二 要受接力 所以為什麼要接力來到國黨的規矩 修道人的一個活歸禮節 再來是心念 一個念頭可以往天堂 一個念頭可以下雨 所以心念也是一個修道裡面的 直接了門的障礙 一個生活活動 我們人真正的一個現在天 臺灣市長在講天使緊急 即使從每個人的生活的緊縮裡面 就可以看到每個人的這個疾 疾什麼也許我們不知道 疾在哪裡 無名 所以這個活活裡面 市長因為我們的情緒 因為我們的動作 因為我們的講話 市長就找到人之間的 一個不和諧 暫時願行 唯有靠願力 你才能夠如過 增果出下回天之為 願力是什麼 可以讓我們在過去 這也是不圓滿的地方 靠著我們行功了願 靠著我們願意 走修辦到我這條路 這個願力 所以回天的五個條件 如果在這個時候能夠信守的話 那我們相信我們每個人都能夠按它穩穩的直上 所以第二點 如何來做一個突破 相信我們求到得什麼 三寶 那三寶如何用在我們的自信 就是在突破的這一點 我們好好的緊守 緊守這個三寶本分 所以為什麼要透過求到按住我們的信 那三寶裡面的第一寶 結信 我們如果沒有自覺的話 人很難跟我們說 我們很難去肯定相信 我們都相信自己 我們不願意別說對不對 我們說了別人不一定要聽 但是我們又不願意別說 只有自覺 那自己就靠在這裡 那麼 當你心起了不定的時候 就靠五字真經來想你 讓你的心正 所以五字真經是讓你的自信正的一個 一個最好的寶 再是合同 合同就是沒有文明 人與人之間為什麼會不同 因為執著 因為觀念 因為每個人 理事來說 覺得善言跟樂言 所以你自身 自信 如果能做正 那麼從這裡去覺入的話 那面對每個人都是來源處 有沒有一樣 既然來源處一樣 現在我們都是一體觀 那這樣一體觀 我們就沒有吃虧散了 從這裡來突破 我們修半道的障礙 因為現在很多的障礙 都是人與人之間所引起的 有沒有發覺到 我看你不適年 你看我不睡 或者你的動作什麼 我的動作什麼 包括自己家人都一樣 自己的家人是一個團體 一個上班地點是一個團體 一個修道場所是一個團體 所以呢 沒有人 不會在這裡共聚 那共聚就是好言 就是成就更好的相互 相互此 不好的原因就是在這裡共謀 共謀我們的心心 所以上天很慈悲 身為一貫道地址 最殊勝的是 提供這個道給我們 也提供這個道場給我們是校 所以成就跟校衛 都是這些一個地方 讓我們今天都在這個地方 共同成就 這就是因應 所以擅自把握 這樣的一個因應 所以有句話 台灣有句話 我們事實上在講 一樣的來 為什麼不一樣的走 我們都是一樣的來這裡 來到人生間 為什麼會有不一樣的結合 我們早上都是一樣的來到這裡 聽了這樣的請堂課的 這樣一個團會 那聽完之後感受有沒有一樣 舞一樣 因為來自於你的體悟 來自於你的認同 來自於我們 很多的觀念 來自於你的執著 來自於你的接納 來自於你最重要 聽了之後的願意 這個願意就寫結不一樣 所以如果這樣的隱障礙 我們後選先 你這樣來跟各位親人做一個報告 既然修患道裡面 多多少少會遇到這樣 也許我的醫生當中 後選醫生當中 我們每個醫生當中 是很穩定的 但是 什麼時候 我們不知道 所以我們 預先的 為你籌目 把這樣的一個禮儀先理清楚 當有一天我們必須要去消解 我們也是不圓滿的這個姻緣的時候 你就會怎麼去自主 所以每個想要立志修行的人 都會在修行上 遇到不同的障礙 因為姻緣不同 因為願力不同 因為使命不同 因為觀念不同 因為環境不同 所以障礙都不一樣 但是障礙一樣是在我們的心的解釋 心都是一樣的承受 是在我們的一個修班道裡面有關 所以首先呢 在徒步再來的 這樣的一個過程 後選先有三個體驗來告訴各位 第一 我們要知道的因果 為什麼人與人之間 他們很協和 為什麼我們跟人家就不打掉 為什麼他這麼有錢 或是這麼沒有錢 為什麼他怎樣 這就是因果觀 所以每個人所承受的因果 過去現在不同 所以遇到的成績就會不一樣 第二個是 當你遇到逆境的時候 你真心在道場秀山道的時候 這樣的一個有些是討厭的因緣 討厭的因緣 是會讓你很清醒的 雖然你在做這個 討厭的逆境 但是你有無心中一隻手在追著你前進 貴冷時食無限 你心不會亂 這就是在討厭 如果是月六間 你會迷眠 會埋怨 會不知足 所以從這樣一個陰影裡面 我們去取決這是因果 這是考驗 這是你有意上的 不是透過人來示激力 透過你來聽心力 但是在提醒自己的時候 允許我們不了解 所以我們故意為它是來跟我們不打掉的 所以成就考驗的一分商量 第三點是 上天也在這裡當中選發好的認證 這些人才在道場秀山道 這些人才將來在天上成就過會 所以 不許剛才講的 從求道到將來 歸根認為 這個中間的安身立命 我們如果穩住這幾點 相信你如果不通 我們就會在協會裡面 做一個自己的踏實的一個修正 這是在突破修翻到障礙裡面的前面 或許先跟各位一起做一個分享 既然大家都是在道場 相信今天會來到這裡 聆聽的 配合我們迪拉斯開了這個法會 我們一定是有心者 那我們有心者 上天也會在有心的當中要提升 拉拔我們的心 我們的心性 那我的心性裡面 如何的提升 所以在整個修道半導過程 南極仙洞就曾經講過這個 害理比較重的話 他說考不動你的心就比較討厭 不令你身心受接狼就比較短 所以一個真正成就的一個鮮火也好 過去的鮮火 沒有一個不受討厭的 包括我們看得到的 每位的前前輩前輩 他們也都是這樣走過來的 他們不是安安無人而來當一個前人 他們會遇到 遇到歷盡 他們也會遇到很大 他們也會遇到很多的私事回味 他們也會遇到很多的承擔 但是他們唯一能夠堅守信念的是一個道 唯一只這樣一個道 因為承擔所以願意 所以南極仙洞就以這計畫來出一個名利 這也是一種目標 就是說要考驗什麼 選拔聖節 讓我們成為一個人才 讓我們在修患道過真正的成就 剛剛我們聖講師講的 成就萬事萬八年的聖人 對不對 是這樣的 然後讓我們的靈性勝負 其實患道跟修道 修道就是讓我們 或許不延滿的思想理念 那麼能夠轉化 轉化為一個真正的清澈的 所以講說內色會勝華 那昨天有像後學前幾天 有遇到我的李老師嗎 他說講道一定要轉到內化 聽道一定要內化 內化之後你去感受之後出來才是你的道 如果我們只聽一聽 那是別人的道 像現在後學講 講很多的經驗 中講師講很多的天 都是別人的 像之後你再內化出來的道 你才會覺得真灰 所以以前後學是在道場好幾十年有 那剛開始 每次人家說道多好 其實都是聽的 道得很好的 講不出來道好的道 就道得很好的而已 但是經過幾年的這樣的一個過程 體悟體征 原來道的好在哪裡 為什麼道場需要告訴我們這些 這是在道場的理念 道場的訊號 道場提供給我們可以學習的 在這個點裡面 那既然要突破很多的障礙 那我想 障礙來自於哪裡 來自於自己 對不對 障礙來自於自己 很多都是自己不思亂想的 那後學這三點 障礙最嚴重是來自於 對道尊貴 清華信心 一個有對道有信心 尤其的人 當他遇到密切的時候 他是不會斷了你的慧根 所以對道的尊貴 清華信心 第二是對無形鮮火產生的 到底是有愛嗎 為什麼人家有面對面 我們怎麼都沒看到 為什麼人家有面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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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對無形鮮火產生 到底有沒有 沒有一個肯定 對你自己有一個 有沒有一尊鮮火 你自己有一尊鮮火 這一尊鮮火 有沒有存在 所以這個是對鮮火產生的懷疑 再來是自卑心做稅的挫折 一個休半當中 最怕是自卑心 像我學在我擔任道場 很多錢 其實他能力非常的好 但是他每次站在台上 他每次要領域的時候 他總是躲在後面 他說我都不會要 我就安裝 我沒有給你那麼多 你怎麼那麼厲害 你怎麼樣怎麼樣 自卑心 休半到者 如果自己沒有突破這一點自卑心的話 那就是你沒有尊重你自己的這一尊 你這支火 跟大家的這支火有沒有一樣 一樣嘛 對不對 你的火跟或許火有沒有一樣 不是來自於勞母的婚禮 既然我們來自於勞母的婚禮 我們是沒有婚美的 所以首先要肯定你這一尊鮮火 是可以撐火的 肯定你這一尊鮮火是可以改變的 肯定你這一尊鮮火是可以引領你突破 往迴片之路的 這就在我們這三點 障礙你一定要首先注意一個肯定的 好 那障礙來自於哪 障礙來自於哪 障礙來自於借勵收一聲 擔心會收縮 因為很多人不喜歡來道場 來就要請示 來就要坐在這裡不能動 來就要扣手 有時候過年過節還要一千兩千三千扣手 來的時候要怎麼樣 來的時候人坐都不能翹嘴 來的時候要穿制服 有沒有 很多的這些耶穌 讓你不認同 或者讓你不喜歡接近這樣的一個團體 所以借勵松散 擔心收到舒服 是我們障礙的底點 這台聖誕若誠信浩義勿勞 根本只顧在享受 只顧在想到美好的 只顧在過舒服的生活 障礙來自於哪 這一點很重要 家人的關對親友的取消 或許都很羨慕 很羨慕有些是阿公 祖父祖母 家族性的爸爸媽媽 然後我們現在的第三代 非常的羨慕 肉絞口和肚都已經很好的 你一生下來就馬上得到 一生下來就可以再稻草 現在在台灣 像一般二三十歲有結婚的青少年 他們來參班 就是帶著子女 你看這麼小的子女 有時候是阿姨 嬰兒 他滿月 爸爸媽媽就在到場 他們就在到場了 很多在台灣 我們現在開災大 以前的中子班 中性日常班 相互選這個層次的 幾乎都是當阿嬤 都是子女比較大 在第三四起的這樣一個 他們都是年輕人 現在每次開班 然後面都是他們的子女 你看多幸福 雖然來 帶著上課會比較累 帶著上課會吵 但是我們都能夠包容 因為我們都讚嘆這一些小朋友 他們一生下來就有這麼好的姻緣 不像我們要經過銀寶室的引渡 經過很多淺顯的這樣一個成全 他們不用這就是銀寶 所以家人管對心流取消 在未來的期待是比較少的 但是也許我們有經歷過這樣子 像或許在我們溫建的一個聖女道場 大家知道嗎 大德前很開闢的一個 針對大專生的一個道場 那只要大專的 胡大學的這些同學的孩子 稻親的孩子 都可以在就近的學校旁邊 我們有韓社國堂讓他們接近 叫做胡思川 那我平常都可以做一個鼓勵 那麼如果是稻親的職女沒有話講 他們一進來就是台禮所 或者是還沒有辛苦 但是從小就在稻草 然後有的是在學校直接度上來的 只有她第一個求道 他們就會羨慕 想說為什麼你們這麼好 為什麼她就是家裡只有一個 甚至連求道父母都會阻擾 甚至她想要親口父母都會阻擾 家人都會阻擾 所以就開始產生了一個羨慕 但是後來他們在很堅解 很堅解的在一個信心之下 她反過來度了她的前家 反過來度了她的父母親 所以每當她的父母親兄弟姐妹 被度到國黨的時候 她都是在那裡透過遊艇的 所以家人很會親友取消 在過去 過去為什麼有吃素就被取消了 對不對 那或許記得很早 那時候也應該三十幾歲 或許在上班 其實或許那時候已經親口 那時候有面對的 人家對一貫道的評價 不是很好的 那時候還不是很好的 所以每次要用餐的時候 聚餐他們就會找一個餐集 或許都騙她說 不止痛不能吃 或許吃素不能跟他們講 講得怕他們會笑 所以每次去聚餐就是不止痛 就喝果汁 三年 沒有人知道後許清空 沒有人知道後許是吃素的 但是坐在那裡 然後錢跟這樣婚禮要多的 只是喝一根果汁 後來三年之後 或許開始對道 慢慢的體認 或許覺得這樣子會 因為或許要堅持的告訴他們 後許的立場 或許是親口 或許是一貫道的道歉 或許現在吃素 或許希望你們跟我們吃素 所以三年之後才嫁一變 他們就說那怎麼不早說 你看 如果後許早說三年就不用受這樣子 而且三年又被渡很多人 但是三年之後 他們怎麼不早說 你如果早說 我們就一起就用素食餐館就好了 所以三年之後 我們每次的機會 都是在素食餐廳簿 所以各位姐姐 不要怕被人家笑 後許就是這樣被校群走過來的 後許就是沒有做家人的管隊 但是是受其他同事的這樣一個校 但是理解之後 因為三年的理解 靠我們什麼 靠我們對道的羞恥的一個正念 靠我們對道羞恥的一個慈悲 體諒 跟人家做人 人 人之間的相聚 所以他們認同一貫道 所以三年才融合到這樣一個環境 所以家人反對親流取笑 取決你自己的心 還有病房產生一部重新 很多人都是 因為在台灣或許也看到很多的淺嫌 最怕是晚年的時候 晚節不飽的時候叫晚節不飽 年輕的時候親口吃素 然後在道場聊天 但是當你到的時候 身不尤其的時候 尤其子女沒有在道場的時候 受到養老院的時候 往往都開始怎麼樣 那泰山的國際貪多 所以病房產生 而且醫生講的話最動聽對不對 你就是吃素嘛 所以你關節怎麼樣 你就是吃素嘛 飲料不夠 你就開始的動搖 這些都是在後來的十二一晚的時候 很容易發生的 所以我們要堅定跟信念 病房產生 不要讓你自己力不重新 還有名利心中 守不得口 這是兩把事 名利心中 在道場 我們只有一個動作叫做恭敬心 當我們有恭敬心的時候 不管我的邪力多高 不管我的家境多富有 不管我怎麼樣 在道場 他就是能夠讓我們學到這樣一個謙卑 因為道場就讓我們從叩求裡面的一個謙卑 謙卑由於說名利心如果重的時候 你往往比較會離台 比較會在道場的力量 他會不足 所以後學在台灣看到我們為他做 本來是這樣的一個 修養非常好的一個前輩 從十七歲 他現在已經七十幾歲 從十七歲還沒有大兵就親口 那道兵又每天吃的飯 那時候道兵沒有讓我們吃出這麼方便 他都是要養 用鹽巴 鹽巴繳在那個飯就這樣吃 到我們這個時候 很多前線那時候都是這樣 那都可以度過來的 為什麼到五六十歲時候 他認為道場沒有給他慾望 他認為道場 他想要做的道場沒有順從他 所以他就開始往外進做了一個成立的一個學會 他就當了那個學會的會長 那麼學員越來越多 往結散也越來越多 結果對我們到場的工作就越來越少 所以慢慢的他拉回來都很困難 所以每次回到佛堂要開會 有時候他還要聖誕一個護盤組的責任 他每次第句話就講說 我今天很忙耶 我本來不能來耶 因為外面怎麼忙怎麼忙 他第句話沒有說 感謝天師的能夠來到這裡 他不是 所以名利心中慢慢的在道場就舒服了 在道場就慢慢的對道場的這樣一個方向 他就慢慢原理 所以剛剛我們學長一直在講 大得前任的話 不理佛堂對不對 只要我們常常不理佛堂 時時刻刻不理佛堂 不理你這個大的後修的佛堂 不理你這個自信節的佛堂 其實這些都是可以祝過 還有捨不得口的 有的人是求道嘛 現在很多前行人 要祝他的求道 他第一一定會問你 要吃素嗎 跟你們吃素我是不可以的 第一他捨不下這個口誤嗎 對不對 很多要吃素不一定要 所以我們都會先跟他講 你先求道吃素的問題 慢慢一步一步的讓你名利 你再來說 所以有的是捨不得口誤 他怕進到道場就是要吃素 但是進到道場吃素的開始 就是介立的開始 所以或許有聽過郭敏 你跟他講過郭敏 因為現在有沒有很多寵物 貓啦 狗啦 穿著名牌 坐著名牌的手推車有沒有 那麼走到哪裡 包到哪裡 我們倒進還很可憐 動物都是跟他睡在寵物 那個什麼彈簧床 每天睡在一起 親了一天 比他的兒子 他的父母親還受重 所以這些動物 因為郭敏 是這樣講的 因為他過去有修禮包 但是他沒有守戒禮 所以他不顧人生 所以各位前線 我們今天能夠有人生 是我們有福保 我們還有守戒禮 有人生才能夠怎樣 求道修道 你看那些動物被狠的穿著名牌 已經過得非常好的 吃得最好的 出門還是抱著 坐著什麼名牌交車 我們不一定都有 但是因為他有鼓動 他沒有守戒禮 所以他不得人生 所以看到我現在很多的景象 還有一個著重好奇 重慶做肯定 以後你會想 哎呀我當年沒有看到什麼 也沒有得到什麼 那我來幹什麼 有沒有 現在很多人 會拔問這個問題 所以有的人想說 我一種靜坐 我這可以觀想 我就看到觀世仪菩薩 我靜坐就怎麼樣怎麼樣 很多 或者是我可以念經 我可以怎麼樣怎麼樣 在這方面很多 所以各位前線 既然 郭婷的事業成功一句話 我們 求道跟各宗教不同 各宗教他們一路要休息的方向是 找到超生了死的路 但是一貫道求道的當下就是超生了死的 找到了這個超生了死的這個點 這個點是讓你的心在這裡想 這個點讓你可以往天堂之路 但是為什麼我們 各宗教所要追尋的超生了死的路 我們很簡單的再三個一面 根基主的 我原的這樣一個 你只要去主這三個你就很容易 你保持了推進就可以了 但是各宗教他們所尋求的 這一個點如果我們要透過求道 就沒有那麼容易 但是有一個問題 既然一貫道到街 求道就已經找到超生了死的路了 幹嘛要修道 為什麼還要修道 因為我們要回歸路 因為我們要歸跟任何 很多的修行者 他們只在找到超生了死的那個點 新的那個點 但是他沒有再往這方面 所以道場有非常殊勝的這樣一個音樂 這也叫做天燈之德 那靠著這個音樂 靠著這個三寶 靠著這個彼此之間的同修道辦 我們互相的鼓勵 來過了這樣一個 現在所謂的三期末映的這個時候 考官 人事官 什麼官 靠這樣一個 所以著重好奇 靜重感應 這些也會有愛我們 在道場一個修班道的理念 還有照愛來自於 照愛來自於事業不順 拚禁忌 有沒有 很多賢賢 每次請他來上課 人家來鳥面 他就說 不好意思 像後學的這樣一個單位 我一位得掌 每次我們在辦境外辦道 境外辦道現在很流行 剛剛講師有提到 現在大的錢很開放 現在已經不是一對一 現在是出去就是一大片 那就是一個片 一個天一個村莊一個地 一個地方 去就是把那些地方的人就是要度盡 所以不是一個對一個的時候 所以每次我在辦的時候 他說沒有空 我今天很忙 我工作怎麼樣 老闆怎麼樣 怎麼樣 結果後學辦的將近六十二場 他沒有出來五場 所以他失業有沒有很順 有順 但是沒時間 有的人是失業不順 你越不順 越沒減賺 你越不想出來對不對 這就是失業不順 但是後學要告訴你 當你順的時候 還是要走這條路 因為我有這樣才能夠改變音樂 你要行功力得裡面 你要望下一位 當然 不是說整天在這裡守著 你就有險算不是 需要的時候 開班的時候 療療的時候 你就撥點時間 撥點時間 撥點時間 然後挪一些 你不能做可以來的時間 所以失業不順 這樣緊急也會阻礙 失業太滿滿 沒時間 也是一種阻礙 再來 家庭太細無緣 我的家庭就這麼好的 我又沒有力進 我身體又健康 我的腳一直 耳直也會長得好 我幹嘛去修道 因為我本來就去除了 很多人是這樣子 沒有必要 但是後學 在台灣的家庭人 很多道歉 他們在失業順的時候 他們還是健檢走這一條路 他們失業 不是 他們家庭不圓滿的時候 他們更覺得 我一定要走這條路 唯有靠這樣子的修行 靠這樣的行功了人 所以每次看到 歐學單位的前行 不經的很感動 他們在健檢的時候 有才師嗎 不是說到場要你的才師 是我們自己要去療 我們自己的才師 為什麼要有才師 順便提一下 我們可能連結有更加不好的因應 我們就要靠產 也許我們當過強召 也許我們騙過人家錢債 也許我們以前逃稅 怎麼樣怎麼樣 那個因果是存在的 那這一次一定要靠 靠你的才師去還的 或者以前 以前啊 享受人家太多的福包 有沒有人家錢太多給我們供養 你這一次還是要拿出來的 所以才師有他還在的一個功能 這是才師 那也有法師法 這一次一樣啊 以前也許講過 太不好聽的話很多 也許我們跟人家爭吵過 也許只能說一句話 上來到人家 也許一句話 人家修患到很多 所以還是要透過 我們這樣的一個逆境 然後來做一個法師 那不會是真的不用講 不會是讓你能夠發想 讓你能夠放下 讓你能夠知道 所有事情都是一 沒有二 沒有好跟怪 所以障礙來自於 剛剛後雪講的那幾點 還有包括我們這個事業家庭 那障礙來自於素食不方便 影響人情世故 這就剛剛後雪提到自己本身 真的 有一次後雪去參加一個團體 那個團體 那個團體在邀逼後雪的時候 他就先考慮到 B姐 我們都是吃溫的啦 你是用素的 那你跟我們去 我們你要怎麼辦 或許說沒關係 你吃你的後雪吃後雪的 後雪就去路邊買了一個 台灣很多嘛 路邊攤的麵啊 素食麵 然後就跟他討一個碗 結果他們整桌都在吃溫的 我後雪就跟他坐在一起 或許吃了這個一個路邊攤的 這個台灣有名的攤麵 那坐在那裡 他們告訴後雪已經賣了 B姐你跟別人不一樣 每次人家有吃素的跟我們 他絕對不會跟我們坐在一起 他會散到一邊去 然後捏著鼻子很恐怖 這樣的人請師父我們跟他混到 所以他信他的道 我們走我們的路 但是你為什麼跟人家不同 因為融合 因為我們後雪的融合 所以他們認定了後雪所學的這個道 後來他們一一一一的就開始往我們 道成的修道修辦道 所以呢 有很多的人請師父 我一定要被躺住 但是 當你在介意重心的時候 不要有某些方面的不圓滿 這是後雪要講的 這樣一個人請 人請師父要觀光嘛 所以要先怎麼樣 廣結善緣 所以越來越覺得人歲越大 越來越覺得你的路土會越順 是從哪裡來廣結善緣來的 所以各位姐姐不要令您一個動言 一個武士 一個念 因為廣結善緣隊伍修辦道來講 是很重要的 而且還到場的考驗 有時候我們會看到到場的一些不圓滿 其實不圓滿我們只看到表皮 我們不知道下下之間 不曉得人與人之間過去 現在未來的因緣關係 所以我們會被到場某些因緣去討論 各位姐姐 那一些都是我們要在這個道場 共同去圓滿的 你千萬不要看到一個點 產生對道的懷疑 產生對上發下道經的懷疑 這都是在考驗我們這個人事務 這一點是要提醒大家 現在很多都是這樣子 要小心 在人際關係欠缺少稻緣 有時候我們要來到一個道場 兩個家怎麼沒有人招募 住在那裡怎麼沒有人沒班 當你很估計的時候 來一次兩次三次 而且我們的道經又不會 自動的進刮完的時候 這個道經慢慢慢慢就不響了 所以各位姐姐 我們很熟的 一定要去看到一個剛剛來的 不太熟的 而且不自閉的人 你一定要靠到那邊 拉住它 它來一次兩次三次 它自然 它就變你會守住這樣一個 來蒼犯的一個因緣 因為後續看到很多道經 這一點是後續 bigger 常常會做到的 後續每次開發也好 在我們道場也好 只要比較聖夫的 chorcling 首先會拍一個人 會指拍的 或是後續を通路在他身邊 然後時時刻刻刻刻刻刻刻 包括吃飯 哪一個動作都要休息時間 還有道義的解答 所以這一點 我們在一個比較資深的 比較年長的 我們就可以多做這一方面 所以人間差沒有盜飯 也是一輩子的一個阻礙 所以各位姐姐 或許看過一本書 一位作者講的 他說當你走到中年之後 如果你身邊都沒有幾個 致陰的盜飯 表示你是失敗者 所以各位姐姐 我們一定要有旁邊有高檔 或許很喜悅的看到 或許周遭有好多隊員 他們只要聊天一起 只要吃飯一起 只要做什麼一起 他們就勇敢好修 因為可以互相扶持 可以互相講話 就好像或許跟莊講師一樣 我們默契太好了 為什麼 我們有十幾年在天王宮的共識 只要不同道財 但是因為在天王宮服務的這一個 每年的需要美國點團適應 或者我們國外道歉 連體都會回台灣 因為共識的十年 我們現在都不用講話 就知道他心裡要說什麼 可講不可以講 或者有時候拉他嘴 我們馬上就不會計計較 這叫做默契 所以各位姐 道辦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如果說現在 我們還找不到道辦 我們現在開始就開始來找 道辦隨時隨地 他可以讓你感受到無難 當你有心要祈福的時候 你這個道辦就會拉你一把 這是很重要的 不要說當我們在示意的時候 然後我們做的也有的 有人給他看話 這很可憐對不對 當你在示弱的時候 當你想要對道產生怪的時候 你旁邊都沒有一個人鼓勵你 都沒有一個人挖掘你 都沒有一個人願意拉你吧 就順著你 你最好早一點離開 那就是失敗者 所以平常要跟人家逛結散 跟人家多說的講 但是知音道辦不用多 可以講心理的話不用多 及格就好 其他就是維持到 我們的同修當化來好一點 你不用講他之道 這在台灣 或許這樣走過來 發覺到這一點是很重要 所以缺少道辦的源頭 一定從人際關係來做 或許到整個一個前選 人家以前他都每次來到和堂 就是很拿到 頭髮隨便炸 那我穿著熱衣服穿著頭髮 每次開班我們最期的就是他 很經歷都是破壞美感 每次這樣開班一看下去 他就是罪人家討厭 那說又說不停 那我在想那從他的修班到過程 但是幾年之後 他每次都說 欸台灣有一個阿屁股你知道嗎 台灣有一個阿屁股就是 就是臉大大的啊 那個連續集裡面 他以前就是被形容最拉卡的阿屁股 但是他現在斷庄閒時 狀眼寡相 為什麼他利用這個名字 去學習什麼 那個刮鯊 去學習一整要用的推 然後他到處背著他的這些東西 刮鯊板要那個膏 還有那個他用買的機器 跟人家那個什麼啊 針灸什麼都有 然後他帶著這個到處 每一個夾子 要出去跟人家掛個室 那我的伴侶子 就隨便就去跟人家做 結果他所渡的人 不是一般的 一般的鄉下路人 他渡的人都是達官選要 因為他靠了這樣去跟人家做 所以廣結善眼之後 他改變了他的人生 改變了他的這樣一個外觀 改變了他整個的思想 結果他現在是我們道場 渡人第一流人 他就靠他的雙手 所以人際關係一定要 然後學著兩把刷子 學什麼刷子 學一個專長 當你學當人家需要的時候 你可以適時的 就像獲學 辦了六十場的預診這三個月 每年都說 我一定要學習幫人家掛 學習幫人家做做腳 學習當人家身體 結果在三個月前說 他要去美國 一定要學會坐臉 這個刮沙臉在台灣很盛行 很舒服 會幫點完師做腳做什麼 那個願意來到這裡 全部都不會 都沒有學到 所以或許就老後面 原來你看 你學會一口多 時時刻刻 你就可以幫人家做一個服務 這就是廣結善眼對不對 你幫這個服務就會被怎樣 感激嘛 感激就好感好感就互相 所以這點是很重要 所以人機 假如人機關係差別的話 我們就學了一個東西 我們慢慢的 就跟人家做一個交流 所以既然說 我們剛剛所講的這一些 都是我們修辦到的障礙 也許我們現在沒有遇到 但是也許我們看到別人有了 我們就可以當他做一個鼓勵 那既然有這一些障礙 這麼的突破才是最重要對不對 突破就是答案嘛 所以呢 柏老師講的這一句話 當你遇到逆境的時候 當你遇到困難的時候 當你遇到修辦到障礙的時候 就是上天要考核你的時候 那你要交給上天的這個答案 你如果不會行 就是會怎樣 考不及格嘛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交上天的考卷 絕對沒有遇到 那沒有遇到要靠怎麼樣 靠著信心 靠著方法 靠著想要改變 所以如何突破修辦到的障礙 首先 後學提供這三點 來公開一下 卸下物理的三大障礙 第一 懶惰 為什麼懶惰 你該學習的時候不學習 你該面對的時候不面對 你該要成長的時候你不成長 所以懶惰懈帶著跌停板 那要怎麼樣讓它漲停板 又不是在賣股票對不對 賣股票跌停板 那我現在要把跌停板 變成怎樣 漲停板 就是創造你自己的價值 當人家想要你的時候 就是你有價值 比如說今天的超辭 我那個老師嘛對不對 超辭的多好 那典來師又認同 他有沒有創造他的價值 有嘛對不對 所以他今天的超辭 就這樣他可以當超辭 有價值 那我們今天的價值在哪裡 坐在這裡 坐在這裡怎麼樣 用心的聽 用心的來改變 對不對 不用創造自身道心道內的價值 創造你祖先 祖先祖先清楚的依靠的一個價值 所以這裡是可以承搏的 坐在這裡可以創造價值 坐在這裡可以點什麼樣 站在台上的喜悅 那也是不是價值 所以 懶惰現在是鐵一鐵板 那我不會創造自體 就像後輩剛剛講的那個 以前的阿姨婆 他現在因為靠著他的愛心 所以他現在廣舊如書重生 他就看到他不是在台上點他師點到 他在台下就已經把到的書審做好講好 路到路上來都沒有遺落 我只有請點他師這樣的 臨本一腳給他一個點到 業力千長困擾不順 業力千長困擾不順 有些是身體關係 有些是觀念關係 有些是家庭阻礙 有些是子女先生關係 這些來自於業力千長 唯有一個什麼方法 來 各位千千 當你業力千長困擾不順的時候 你靠什麼 當我們面臨業力的時候 唯有一項就是公理 功德來自於哪裡 內修 外甥 所以外甥來自哪裡 道場裡面 每一點的累積 每一點的服務 每一點的可以做的 你都可以做的 來自於這個功德 所以功德在道場已經講給我了 既然上天勞我慈悲 保證你只要來求道 你只要不管施放道 你只要安安穩穩的照這個規矩走 你保證回天 但是保證回天 他還提供一個 當你遇到安身立命的這一段的時候 當你遇到修道障礙的時候 有沒有提供一個地方給你了願 道場 所以各位前線 道場是讓我們修道 道場是讓我們搬道 道場也是讓我們成就 可以了願 又不用花什麼錢 要不要花錢 來到這裡無謂施法施 財施 你只要善施 你只要折一施 你都可以有所成就 所以願意的前朝 困擾無順 唯有功德 唯有功德 所以這個在後學台灣 每次看到的 以前家庭不圓滿的 以前呼吸不圓滿的 以前經濟不好的 以前子女壞到 要實在極點的 他們都是克服耐朗 克服民心 以道場的這樣任勞任怨來完成 所以一年一年一年 每個人在華相上 在經濟上 在整個身體上 家庭上 真的很大的評分 所以後學就跟後學德 我們有分的單位 很多的德 就跟他們講 每一個德 他們不喜歡去境外辦到 但是為什麼我們這個德 又辦不完的境外辦到 奇怪人家一個月辦一次 我們一個月辦七次 為什麼 禮拜六辦 禮拜天辦 下禮辦 大熱天我們拿的帳篷 大熱天38度 我們拿的帳篷在外面辦到 我們為什麼這樣走過來 因為無道 我們人家去跟里長講 村里長 村里長不一定要讓我們去辦一關到 因為我們在外面辦到 他的臨時活動 村里長有認同 表示我們跟他有 我們就隨便走向一個里長 所以有時候三天就可以辦一場刀 五天就辦一場刀 為什麼 無報 所以後學就跟我們當 德 嫌棄說 只要你用心辦 當你在辦的時候 其實無形中 都已經在幫我們消滅了 所以後學的這個德 從上從下 都是比我們更年稅長的 或者這個都是老唐 都是很資深的 所以我們連稅都是比前面這樣很多稅的 但是他們願意 然後辦到之後要有一些費用 他們隨時就說 德長這是給你 每次去辦到 想說明天要辦到要花錢 只要想到這個面頭 明天一大早就很多錢來 德長這個給你說起來 這個給你說起來 這個給你說起來為什麼 願意 因為他們認同 因為他們名利 因為他們只要要護士 因為他們知道自己可以 消災於了業的地方 所以一定現在很溫柔 所以再次無名心情 脾氣 比我們這個就比較嚴重 有時候我們無形中的一句話 就怎麼樣 喝醉人家 有時候一個動作 又讓腳互惠 有嗎 有沒有 最怕這個現在的每一個地方 最怕的就是無名心 真的 有時候我們真的無言無故 被誤會 有時候真的無言無故 我們起的一個念頭 有時候無言無故 有講一句不應該講的話 要傷到人家 有沒有 各位謝謝有沒有 有 這是最困擾的 所以無名心起 唯有靠怎麼樣 三保先穩住 所以用我們的無知經濟 用我們的這個覺醒 從這個覺醒 慢慢的來調 慢慢改進我們 護眼滿的一個脾氣毛病 或者是一個基督 一個環島 像後學 可能在累世 累世中有一個很不好的基督心 很久很久在跳過來 基督什麼 人家比我漂亮 人家比我有錢 人家怎麼比我棒 時常會起乎這一點心 齁 這個調了好多年好多年 這就是理事的願意 這個心我可有的 但是剛起來的時候 還自以為是嘛 很自然啊 大家都有嘛 女孩子怎麼沒有進入行 還自我元收 但是後來慢慢看一滴一滴 發覺到 這也是讓我們痛苦的一個因 當你起這個的時候很痛苦 所以慢慢在肥光滿照 慢慢在行風聊天 什麼一把行風聊天 讓他一體管 回溯到原來 原來我們都是一體 從核種裡面 或許去掛解的 核種是什麼 大家都是一樣 都是同嘛 都是四海之內熊 同胞 一個如果沒有收眼 老母就沒辦法收眼 還要扯到老母去 因為如果我跟妳不協調 我們兩個不收眼 老母如何能收眼 那是變成在更高層次去想 既然是要收自己的眼 跟老母親耳 就放下 放下 今天過了這樣幾十年 終於把那個嫉妒心放下 把那個不平心放下 把那個不圓滿的心放下 所以在道場 同修道辦 在道場裡面 跟我們共同的一個參班學習 我們就是可以提到這幾年 所以《突破修道障礙》裡面的 身上的護理有這三點 以前我們都會講 世界大好幾年了 不曉得我們各位姐姐 也有大概在幾年前 在臺會用正成功大限 他就跟我們講這樣 從這一段裡面 很多錢寫開始珍惜 哇 原來能夠求到就是因為三世 一世三百年 三世幾百年 一世三世沒了 講錯了 一世三十年 三世要九十年 你看 你要修三 九十年你才能夠得到 再來 你今天我們今天能夠來開花 我也要經過五次的修行 一百五十年 我們今天能夠住進佛堂 要七世的修行 你今天能夠親口要有三百年 的修行 當我們理解這樣的一個千基的話 各位姐姐有沒有珍惜 所以為什麼我們求到的第一步要什麼 根基主的因緣修行 對不對 根基是過去是有修嘛 主的要感謝我們的祖先嘛 祖先 來 再來是我們跟火有緣 你自己要跟火有緣 還有你自己有成我的因緣 自己有成我連緣 有可能嗎 有 就都承擔 因為你這尊我本來就是火 所以靠著這尊我來帶上你這個假的這個火 有成我的因緣 所以正職目線心裡面 從這裡我們就可以說 哇 我們都沒有走到後面 就看到三四九十年 哇原來我要珍貴 開花會你看 要最後幾年才能夠坐在這裡 所以今天能夠坐在這裡的佛書社 也為我們自己掌聲一下 掌聲 我們一起在那裡 自己的眼睛加入 所以 親口和史詩的選擇 各位先生 要達到親口 真的也不簡單 能夠契任我們祖先的一個辦法 在這成功大學裡面做這樣的一個提醒 好 它裡面還有加油進來 今生你我在修辦的傳行上 共搖滑船 可知以多少次的修行 我能夠求道修道進口 這個都是在二人根基裡面 我們又能夠同時的在這裡的地方 同樣在天性道場的滑船裡面 我們共同來成就 成就自己 成就為人 你要經過多少次的修行 才能夠共同成為的 今天所謂的同修道派 今天同修道派就是有緣嗎 也是一定有相約來的英年港 好在英年港 是來美國漂洋過海 創造了一個 台灣的一個天性道場 為什麼別的地方你不去 你會到天性道場來 因為我們有共同的一個願令 因為我們有共同在 也是同修相約而來的願令 所以既然相約要跟相無恥 相約相無恥相成就天性道場絕對好 對不對 因為這是我們的責任 如果沒有相約我們今天不會啦 一定的 你就跑到其他地方 既然相約這個地方 我們就是要復舍 那一定有一位兒子來引領我們 他現在站在這裡 一呼我們怎樣 百運嘛 對不對 所以要感謝的是大的前人 的前前輩 然後馬國畢老師 一生之中也沒有結婚 就是整個舍身半島 家裡也有父母 兄弟姊妹 對不對 他是為什麼來 拉我們這些兄弟姊妹 願令 那我們也因為在過去的點節裡面 跟你臉老師有相當大的姻緣 願意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要不要護手 要嘛 天性嘛 天都相信我們可以拯救的 我們可以不拯救嗎 所以天性道場有他很殊勝的一個原因 好 在這麼多世以來所吃的苦所捨棄的 在多過你今世想追求的種種 你看要成就三世 五世 七世 十世 還有很多世才能夠坐在這裡 共咬天性道場 你看我們要吃過多少 捨掉多少的金錢 鎖掉多少的願意 度過多少的常商 突破多少的願意 遇到障礙的時候 我還盡守這個成功 這就是苦 所以各位前進 既然這麼多世以來 已經受過這麼多了 我們現在很容易勒 很容易勒 這一世修 剛剛講師有講到 一世修一世怎麼樣 成 那一世修一世成 如果活到五十歲 現在以後幾年 已經在二十年了 對不對 活到一百歲 還有三四十年 你看 只有三四十年 你都能夠成就萬八年 各位姐姐 這種不用說賭博 跟上天賭一下 願不願意 願意嘛 對不對 一世修一世成 在現在才有 既然在現在才有 你的生命多長 你的生命多長 你的成就就多少 對不對 所以我不管我到幾歲 這是把握兩極最好的 所以在我們的政成功大協裡面 很直戒了當地告訴各位姐姐 如果各位姐姐 在座的各位姐姐 我們相信的話 我們應該要趕快的加緊交付 當我們修信這些時候 我們應該不要再懈怠 我們應該不只自己成就 我們要怎麼樣 怎麼樣 家人 促逼給予 還有自己做招的同修商 我們要把一起來 缺一不可 因為都是共同願意而來 為天性道長的這個道長 普度眾生 那麼有一位大哥者 願意在這裡引領我們 到我們的靠山 後面還有主持師父到的靠山 為什麼我們不願意 但是今天坐在這邊 就是最目次我們點完十的 我們今天坐在這裡 相信我們未來 一定有很好的成就 所以今世不修辦怎麼對得起自己 修辦絕對不會為了什麼 今天我們都是為了什麼 諸天心或菩薩 也是為了眾生的生死大事 對不對 那自己的生死大事誰來管 誰來管自己嗎 所以既然諸天心或菩薩 為了我們眾生來 今天我們只要為自己的生死大事 為自己的生死大事 拼一下萬八年 這多容易啊 對不對 像有時候我們去上大學都要20年 上大學至少20年 我們要休息要修了好幾次 只有在白陽期 現在的白陽期一事修一事整 如果這個時候 我們還不願意的時候 他真的會對自己 所以今天師不修辦 怎麼對得起自己呢 不要說懶 不要說嗎 說懶說嘛 難過無常 什麼時候要危機不知道嗎 所以時常在道場 或者那個打來打媽 有很多人問他 打媽打媽請問你 明天先到還是無常先到 相信講師傅會說過這個嗎 明天先到是無常先到 不知到應該是無常 明天先到 你就是無常還沒有到 所以明天先到無常先到 我們不知道 我們只要在當下 趕快信守自己的承諾 好好去把握住 這個修辦道的因應 那我們再看一下 除貨裡面的完經主力 這個主力的障礙 都是在自己內在的絆腳石 就是自我講話 自己的看法 經驗不足 缺少政治正見 現在最怕的修道人 就是缺少政治正見 把好的理論歪了 把握了理論當作正 對不對 所以政治正見是一個很重要的 政治正見要多聽多文 多看多寫 到場多聊天 自然就會改觀 就會改觀 代表切瓦突破的勇氣 稍微需要的時候就把自己沒有耐力 也不敢突破 就說我這樣就好了 我這樣就好了 所以缺乏突破的勇氣 然後容易忘記 隨便就忘記 好啦 有啊也好 沒有也沒有關係 反正那個都沒有關係 所以容易忘記 再溝通不良 人與人之間都會溝通不良 真的是很痛 溝通靠什麼 靠誠信 溝通靠我們謙卑 溝通靠我們的智慧 這些哪裡來道場守學而來 道場有教我們很多 請發智慧性的 但是我們晃著不學 我們晃到外面去上鼓習班 有嗎 鼓習班沒有辦法學到政治正見 鼓習班沒有辦法 讓我們學到很多的經驗 鼓習班沒有讓我們花生長遠心 鼓習班沒有讓我們看到清淨心 鼓習班沒有看到道心 鼓習班沒有看到廣節善言的這個 同胞寫姊妹會的一條路 回天之路而平的 沒有 我用在道場 所以各位姐姐 道場不用開鼓習會 對不對 但是我們理念目標一樣 剛剛誰講 目標是一樣 但是招育不一樣 招育就是你的願意 招育是你想要突破的 招育是你的政治正見 招育是靈花的願寫 招育是你要想學想做的 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所以剛剛我們就打破了 大德前很多人講的幾個禮物 也是大德前人最擔心他的候選我們 希望我們一步一步的安保 在政惡如主看到一件事情都不滿意的意 看到人家做的就開始講人講不好的 他做的你就不順眼 我做的他也不順眼 所以你要在工廠啊 在公司行號啊 在家裡都有可能的 所以正恩如主 這一些障礙 如果重複的發生 重複的發生 各位前選包括候選 表示我們沒有走在正確的修行 這些事情如果一再的重複發生 表示我們沒有走在正確的修行 什麼叫正確的修行 一定要透過政策政権的專領 所以這一點 給各位前選做一個分享 再不要突破 突破一定要經過什麼呢 經過耐熱 經過憂勢 經過犧牲 經過奉獻 經過忍人所不能忍的境界 就像老嬰在退避 有沒有看過老嬰 以前的講師有沒有播放 或許不曉得 老嬰他到40歲的時候 就是面臨他生命的抉擇 如果他願意退避的話 他可以再經過30年 所以老嬰最常的收避是70年 但是他40歲的時候 怎麼去突避 他才能夠多過40歲 因為要調補 一個就是退避 一個就是等死 今天我們如果不想改變 我們就是等死 今天如果我們想改變 我們就是突破 所以突破障礙 老嬰他怎麼突破 第一 他的這個嘴數是胃 那個胃 越老的時候 那個胃會越關起 那越關起怎麼去吃東西 不能吃嘛 來不能吃一定要死對不對 不能吃東西 就沒體力 體力就會死 再以毛過重 過重不能揮嘛 不能揮就沒有辦法找 食物嘛對不對 還有那個腳 爪也是一樣 不能站嘛 所以他在40歲的時候 他就有兩個抉擇 第一等死 第二去找一個被避的地方 等待五個月 就是150天的這個理念 他從來從這個胃 這個嘴巴去敲 敲連臂 把這個胃敲斷了 又讓他長出來新的 新的就可以吃東西嘛對不對 然後這個是新的 在拔他身上的毛 拔一根毛一根毛 把他身上的毛拔掉 拔掉之後 長出新的毛 再抓咬他的指甲 指甲 腳指甲 又拔咬掉 又長出新的 所以這樣的經過 這樣塑造改造之後 前男的老嬰 他重新又面對 就可以開始回想 各位先生 老嬰的故事其實可以當我們 修辦到這一個很好 當你面臨逆境的時候 你坐在這裡 怎樣 驗天驗地 還是當你面臨逆境的時候 你願意挺身出來 然後開始重塑造 你自己的一些思想管理 重塑造你的理念 重塑造你的計畫看好 當你這樣就學習到 老嬰的這樣的一個管理 所以老嬰的精神就是劃在我們人 第一 我們很多舊有的習慣 我們的舊有的習慣 是主愛修辦到的一年 一定要劃掉 負面的信念 不一定要修到 不一定要怎麼樣 這就是負面的信念 一定要改觀 再來是主愛生命成長的包 在這三點裡面 如果我們能夠了解 能夠化解 我們就學著老嬰突破 我們就可以重新的再來歸鄉 所以現在三朝普渡 是重整到晚的時候 重整到晚是重新再來一次 過去的不管 過去是不管 未來是不管 當下我們的好壞在這裡取決 所以才上天很慈悲 一事休一事成 當下重整我們的心態 重整我們的願意 重整我們花的願心 這是在這個機會 所以老嬰的推背精神 這三點我們一定要改觀 所以有一些我們的執著思想改變 還有在同修道辦裡面 最怕的是人與人之間的不協調 所以菩薩布斯特沒煙禁 表示今天竟然要走一槓修行的路 既然是合同 所以或許都會以合同來共練 什麼叫合同 合同大家都是一樣 那大家一樣 還有煙筋嗎 還有好壞嗎 沒有 所以用這一點來感化你自己 對好壞的取捨 有時候這個人看起來很習慣 因為過去是恭喜你們好一點 這為什麼再怎麼看不順眼 他還不順眼你 對不起 過去是造的音源不好 所以這一些我們都在用合同 用三保當下 一支的 共同要成就一個道場 就沒有示威驅使 所以菩薩布斯等那一點 其實沒有好壞 把他圓滿起來 所以不內疚和不生惡人 過去不怎麼樣 過去怎麼樣都不管 開始我看到都是好的 所以違規哪裡 看到每個人都是好的 違規哪裡 本線 所以為什麼